大家好 我是陈岳 中国隆逆新年一时 就在中国人假期结束 陆续返回工作岗位的时候 西方国家的政客们可一直都没闲着 我们看到呢 这个之前两天 我们聊到了春节期间 西方国家和世界卫生组织之间的争吵 以及中印边境地区所取得的局势反转 两国边境同步撤军 那今天呢 我们要来聊一聊全球的地缘政治 那特别是美国拜登上台之后 心心念念的就是要联合盟友 来处理全球的热点议题 而最新的就是针对中国和俄罗斯的举动 我们都知道呢 俄罗斯素来就有战斗民族的美誉 面对美国欧洲的一些战略围堵 俄罗斯方面的表态是简单粗暴直接 那就是美欧继续这样搞下去 不排除断交甚至战争 我们今天就来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 以及美国试图借助诸如像G7峰会这样的平台 来拉拢西方盟友 一起围堵中国和俄罗斯的做法 能得逞吗 我们下面呢就来进行深入的分析 近日呢根据媒体的报道 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 在一档一档这个社交媒体节目当中 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表示 如果欧盟强行对俄罗斯核心部门进行制裁 那么莫斯科不排除与欧盟断绝关系 拉夫罗夫呢还谈到 欧盟呢一再的这个制裁 就是为了让俄罗斯的经济出现震荡 将俄罗斯排除在这个全球的经济全球化之外 那么他呢这个不无威胁的谈到说 如果你们想得到和平 就要为战争做好准备 那当然了这样的话语呢 一般都是俄罗斯方面的一个常用的一些话语 那么就是如同我前面说的 简单直接粗暴 俄罗斯是否为战争做好了最佳的准备呢 其实不得而知 那么欧盟方面呢肯定是没有 由于此前呢我们知道俄罗斯的反对派 就是这个纳瓦利呢 这个他坚持回到俄罗斯 然后回国之后呢马上就被捕了 那么如果想对这个局势了解呢 恐怕要从去年开始谈起 那就是俄罗斯的反对派中毒事件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不展开 想这个对此有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去到网上找一找 相关的内容非常多 那么从俄罗斯的反对派中毒之后呢 到了欧洲去进行治疗 治疗好了之后呢 他又返回了俄罗斯 返回俄罗斯之后就被捕了 被捕之后呢 在俄罗斯呢就引发了一些抗议的浪潮 在这样的一个这个抗议浪潮之下呢 那么你想这原本呢就是一些例行的事项 但是呢我们就知道呢 欧洲呢他特别是在2020年整个疫情的一个大背景之下 那么欧洲方面呢对疫情的控制呢 其实也是非常糟糕的 那么多个国家呢都这个出现了非常多的这个感染者 而且呢死亡病例呢也很多 到现在为止呢疫情控制呢非常不利 经济呢也是衰退 另外呢就是欧洲国家呢 在疫苗的获取上面呢 好像动作也很慢 到目前为止呢大家欧盟内部都抢成一片 大家都知道呢这个内部问题摆不平呢 就在外部寻找一个焦点 把这个注意力呢转移出去 这是一般政客操作的一些手法 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了 欧盟方面似乎嗅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味道 于是呢欧盟的多个国家出面 就要求俄罗斯啊所谓的去释放政治犯啊 去停止镇压等等啊 就是去干涉俄罗斯的内政 那么你想呢俄罗斯也不是吃素的对吧 那北约东扩呀还有就是这个啊 这个军事就是北约的军事压力呢 对于俄罗斯来说呢压力非常大 那之前在白俄罗斯的就引发了一系列的 这个地缘震荡 那么包括乌克兰在内 这一系列的啊这个辛仇旧恨 那么在俄罗斯和欧盟之间呢 埋下了一个又一个的地雷 呃这些情况呢一直到俄罗斯去忍无可忍的情况下 去驱逐了德国瑞典和波兰三国的外交官 那么可以说呢把这个最新的啊 彼此间的争端的拉到了一个新的高点 呃我们说按照欧盟的一个啊 他的一个脾气性格呢 那么这些目前的啊这些改变 或者是双方之间的这样不友好的氛围呢 恐怕都在为下一轮的攻击呢去储备能量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确实由不得俄罗斯呢 不去谨慎的对待 呃在特朗普执政时期呢 由于美国的倒行逆施呢 那么俄罗斯和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关系 虽然不能说有所进步 但是呢也止住了2014年以来 一直的这样一种这个啊 双边关系非常糟糕的一种颓势啊 那彼此之间呢进入到一个呃 虽然没有彻底的恢复 但是呢处在一种也没有更糟糕 反正就停在那里 那么此前呢我们知道 德国的在北溪二号 这样一个海底天然气的一个项目上面 管道项目上面呢 那么和美国的彼此之间的这个不同意见呢 也是非常多啊 那么因为北溪二号呢 是连接俄罗斯和德国的这样一个 海底的天然气管道 那么美国呢就去阻挡 那么这个呢对于俄罗斯对于德国来说呢 在能源战略利益上呢 就是啊就彼此之间是矛盾的 我们说在欧洲40%的天然气和30%的石油 都需要来自俄罗斯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之下 可见呢整个欧洲的国家 欧盟内部的国家呢 对于俄罗斯的能源依赖呢是非常强的 那么俄罗斯与欧洲的关系呢 可以说是他不可能彻底的去断 所以呢反正糟糕已经这个样子了 那大家呢就去喊喊话对吧 所以这种情况来看呢拉夫罗夫就是俄罗斯外长的这样一个表态呢 其实是非常有趣 因为他所想表达的并不是说啊 俄罗斯与欧盟恩断一决啊 真的去断交 而是呢俄罗斯与欧盟这个组织的关系呢 恐怕会变得更加的糟糕 那么这其中呢可以说是雨带威胁 在四日到六日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这个欧盟的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 柏雷利呢对莫斯科进行了访问 并且呢与拉夫罗夫进行了会谈 那么这个这位人士呢是欧盟在外交层级来说 近些年来对莫斯科对俄罗斯进行访问的层级最高的外交官员 那么到达了俄罗斯 那我想呢一定会有众多的热点议题 包括针对俄罗斯的这个逮捕 那么俄罗斯的反对派啊等等吧 这些这一些欧盟所关注的议题 那当然也包括地缘政治上面的包括能源合作等等 但是呢在整个会谈的期间呢 可以说双方是非常不愉快 甚至可以说是不欢而散 那么就在欧盟的高级代表 他返回欧盟总部布鲁塞尔之后就表示 欧盟或许将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的制裁措施 那么你想俄罗斯他可不是伊拉克 可不是伊朗对吧 那么俄罗斯呢毕竟也算是复原辽阔啊 这么大的地方 也被呢这个美国和欧洲呢搞了这么多年 经济上面呢的确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但是俄罗斯人的性格绝对不是那么轻易的被你去威胁的 对吧 我们看到了这个在2月12号呢 有一些媒体呢就有报道说 之前的拉夫拉夫拉夫罗夫在莫斯科会见 前面我们所说的欧盟的高级代表团的时候呢 就谈到过俄罗斯与欧盟的关系呢 如果不正常那么对任何人呢都没有好处 很多朋友看到这里呢可能就会纳闷 对吧 你这个北西二号对德国和俄罗斯 那肯定是双方都受益啊都有好处 对吧 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 你如果没有好处呢 这种项目呢这么投资巨大的项目就不可能去启动 那么现在呢都快盖完了啊对吧 那么又为什么欧盟国家会和俄罗斯闹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呢 啊我们说表面看来呢就是俄罗斯的反对派被逮捕 什么人权议题啊等等的 但是这个问题如果深究下去呢 你就能够看到美国在背后所操纵的那双手了 呃背后呢其实是美国能源企业的重大利益 欧洲欧洲呢是一个啊对能源需求呢非常多的一个这个市场 那么美国的能源企业 俄罗斯的能源企业 甚至包括伊朗和协议背后所牵动的能源的这个格局呢 那么其实都是一个啊这个我们说的现实的利益 而欧盟国家呢也在所谓的价值认同上成为了美国操弄的一个把手 呃围绕着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项目呢 美国德国双方的斗法还在继续 在这个2月10日的时候呢 德国外长马斯就做出表态说 如果取消北溪二号这个项目呢 只会让俄罗斯更加的靠近中国 呃这不应该是西方国家的战略 那当然从德国的角度来说呢 他说这句话其实也是一个借口 他的本质呢是表面上看起来说 我们不能跟俄罗斯撕破脸 我们不能取消北溪二号项目 因为一旦取消呢俄罗斯就会靠往中国 呃那么对西方世界来说呢 会形成一个战略上的一种压力 但是我们从现实层面来看呢 其实德国非常需要俄罗斯的天然气 价格又便宜对吧 那么呃他呢 有有这个方面这么重大的这个能源的需求 另外一方面呢 从德国来说 他可以去呃在能源上摆脱对美国的依赖 才可以未来去真正的推动所谓的欧盟 或者是欧洲国家独立自主的道路 这里面呢是有非常错综复杂的 彼此间的这个关系的牵扯 所以呢德国外长的这一番表态呢 他只是把中国拿来当成一个借口啊 或者是当成一张牌来打而已 我们看根据路透社还有法兰克福报在10号的时候都有一些报道就谈到呢 那么当天德国的外长马斯在议会讨论中坚持捍卫了德国在北西二号项目上的立场 马斯说呢 任何从根本上质疑这一项目的人都必须认真的考虑 这件事情会在地缘政治上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会对欧洲发挥 对俄罗斯影响力产生什么样的这个影响 马斯认为呢 对于俄罗斯实施的完全经济孤立 就是所谓的不与俄罗斯往来 军事上围堵 经济上制裁 那么能源市场呢 断绝与俄罗斯的这个交流的话 这样的一种情况呢 叫做对俄罗斯实施所谓的完全经济孤立 那么同时呢 西方国家特别美国呢 一直在鼓吹一个概念 包括欧盟内部的一些国家 也跟着美国在摇旗呐喊说 要和中国脱钩等等 那么将是 那么马斯认为就是德国的外长认为呢 如果你既要和俄罗斯进行经济上的完全孤立 又要去和中国进行脱钩的话 那么脱到最后呢 恐怕是把自己给孤立的 并且呢 他还谈到如果这么真这么干 那么会把中国俄罗斯这两个国家 让他们去建立更加紧密的经济和军事的合作 所以马斯就谈到 我不认为这 这个应该成为西方的战略啊 等等 那就认为呢 他其实是反对这种情况的 那么德国的外长反对 在这样的情况下 切断与俄罗斯的联系呢 本质上来说呢 也是为了保护德国的利益 所以我们看问题看本质啊 那么其实他所有的做法的背后 美国人的做法说 你把北七二号给断了 原因是因为俄罗斯没有民主 那事实上呢 他是希望德国呢 不要买俄罗斯的能源 让美国的能源企业 把能源卖到德国去 卖到欧洲市场去 为了钱 为了利益 而德国呢 他做出这个不听美国人的话 对吧 那么按照自己的道路去 其实呢 包括德国外长马斯的谈论呢 也是为了维护德国的利益 那俄罗斯呢 他的希望能源的买家越多越好 那么这个呢 也是为了俄罗斯的利益 其实呢 我们看问题看到本质呢 其实这个问题呢 也就比较简单了 呃 我们就谈到呢 这个马斯呢 他就是德国外长呢 他还谈到过关于制裁的事情 他说 就算呢 要去推进对俄罗斯的制裁呢 也必须 这个打击正确的目标 而不是讲猫头对准欧洲的公司 因为很多欧洲的公司呢 和俄罗斯的项目上面 是有重大的利益的 北溪二号呢 是经由波罗的海 连接俄罗斯和德国的天然气管道项目 由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牵头 那么耗资呢 大概是116亿美元 不过呢 特朗普政府是坚决的反对 俄罗斯和德国推进这样一个项目 并且敦促呢 欧盟要来购买美国的天然气 而不是呢 让俄罗斯的这个能源企业去获得好处 于是呢 在美国制裁的威胁之下呢 北溪二号的项目呢 被迫停工了 这个暂停了大概一年的时间 在去年12月 那么整个项目呢 宣布复工 不过呢 特朗普政府随即就要威胁 将在不久之后实施更为广泛的制裁 而且呢 当时的特朗普政府 其实就是美国政府 他的制裁呢 他不仅仅是说针对俄罗斯制裁 他同时要去制裁德国 以及包括欧盟的 这个很多企业来帮助 或者说承包商吧 就是接了北溪二号项目的很多欧洲的企业 美国也要一并制裁 你想想 从欧洲的立场来说 从德国的立场来说 那肯定是相当的不爽 对吧 呃 我们现在看到呢 拜登政府上台了 那么美国在制裁 俄罗斯与德国合作的 北溪二号这个天气管线上呢 其实这个问题上呢 拜登政府依然没有松口 也就是说呢 他既然没有松口 也就没有对之前的态度的进行转弯 没有变化 那就意味着他可能会延续当年川普的态度 那这个其实对于美国和欧洲的关系 特别是美国和德国的关系呢 恐怕是一个啊 也是一个地雷 在1月27号的时候 我们看到白宫发言人普萨基呢 就表示拜登认为这个项目是一起非常糟糕的交易 美国已经对开启这个项目审查 并且呢 已经决定啊 要去这个是否进行干预 对于来自美国的威胁呢 俄罗斯曾经多次回应就谈到呢 北溪二号项目的建设计划 不会被打断 俄罗斯方面有确保项目实施的 这样具体计划和举措 那么就在白宫发言人普萨基 做出上述表态的同一天呢 诶 于是我们看到了 德国的外长马斯 在和美国的新任国务卿布林肯通话时候 通电话的时候呢 再次强调了德国的立场 也就是说 这个德国外长马斯呢 就是说 德国在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问题上呢 他的立场呢 没有变化 美国必须考虑进行制裁 是否真的有意义 讲白了呢 其实德国外长的这个话呢 也是与代威胁 就是你要继续搞下去的话 那么你所谓的拜登政府 什么啊 这个协同盟友一起来对抗谁谁谁呢 这种事情呢 恐怕根本就是个假议题了 对吧 呃 再提到中国的时候呢 那么德国外长马斯说 与中国脱钩是不明智的选择 那么也就意味着呢 德国的态度呢 非常的明确了 就是和俄罗斯之间的能源合作 符合我德国的利益 我要继续 那么与中国之间的各方面的合作 包括中欧之间的全面投资协定 的签署 事实上也就意味着 欧盟大举进入中国市场 中国呢 深化改革开放 彼此之间在战略利益上呢 是高度的一致 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 连德国和这个美国的国务卿 直接通话的时候 就明确的表示 可以认为就是不赞成 啊 所谓的和中国去脱钩 那么我们联想起来 前段时间 马克龙 就是法国的总统 就直接表态说 我们不同意去 所谓的和美国一起联手 去对抗中国等等 这样的做法 那么这个态势呢 应该说是非常的清楚了 呃 那么同时呢 我们看到呢 德国的呃 这个外长的马斯还提到啊 这个关于西方国家 和中国之间的这个合作呢 究竟未来到底是要去 如何的去进行 那么就谈到 要顾及到彼此的利益啊 并且呢 希望呢 把地缘政治利益 甚至把赤裸裸的能源利益啊 等等呢 那么彼此之间呢 就摆在桌面上来谈 对吧 那么呃 我们对外宣传的时候 看到西方媒体呢 会把这些啊 实际上是国家利益 包括贸易啊 能源利益等等 把它包装成一个啊 价值认同的问题 把它包装成一个 民主与人权的问题啊 那么这些呢 也都是美国 还有一些西方政客 媒体惯用的一个手法 但是呢 我们说在真正的国家 与国家交往 地缘政治博弈的时候呢 实际上 我们根本没有这些东西 就是把所有的事情呢 扔在桌面上啊 就是赤裸裸的 一个利益的一个啊 去这个这个游戏啊 那么在过去的 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呢 其实我们也都能看到 相应的例子 包括从这个非洲的矿场 到伊拉克啊 等中东国家的油田 其实处处都能看到 美国人呢 以这些 或者是欧洲国家的人呢 那么以这种啊 这个人权啊 民主的例子呢 去这个制裁 去这个做相应的 这个操作 地缘政治操作 但到头来呢 其实就是为了获取 相应的矿产呀 能源呀 原材料呀 就是为了这些 实实在在的利益 只是说呢 这一次呢 美国他想要再度 联手西方的盟友 来围堵中国 来围堵俄罗斯的做法呢 恐怕会踢到铁板了 那美国总统拜登呢 将在2月19号 和七个国家 就是七国集团 G7的领导人呢 举行首次的虚拟会议 那么要来讨论呢 新冠病毒的大流行 等等等等 包括世界的经济 那么等等 这些议题上中间呢 就是G7峰会 七大工业国家的 领导人峰会呢 那么其中呢 有一个议题呢 就是关于中国 那么拜登呢 实际上还希望能够借助 G7啊 就是这样的一个峰会呢 来联手应对中国 这样的意味呢 是非常浓厚的 但是 关于这个G7 会还没有开 美国的意图呢 也表态的非常的明确 但是我们就看到了 有很多欧洲的媒体呢 就已经开始在质疑了 所谓拜登式的 什么联盟的机制 来围堵中国呀等等 到底能产生效果呢 有多大呢 其实连欧洲的媒体 自己都发出了质疑的声音 那么白宫在一份声明里面呢 就谈到这次与世界主要 民主市场经济体领导人的 虚拟接触 将为拜登总统提供一个机会 来讨论战胜 新冠病毒大流行 重建全球经济计划等等等等 那么白宫还表示呢 拜登将把讲话的重点 放在全球应对 新冠病毒疫苗的生产和分发 以及呢 通过建设国家能力 和建立这个 卫生安全融资机制啊 等等 继续努力的动员 去对抗所谓的疫情 那么声明中还谈到了 就是拜登政府呢 他会去强化 所谓的这个西方盟友之间的 集体竞争力的一个必要性 那么为什么去强化这一点呢 就是为了去构建一个新的 全球性的规则 那么这个其实也是中国 一直以来呢 非常去这个看重的 因为未来全球的标准之争 规则之争 对吧 制定不同的规则呢 比如说贸易规则 那么在针对不同的国家 你相应不同的产业 如果贸易规则发生变化 那么其实对某一些国家呢 或者某一些产业呢 那实际上就是非常不利 或者说呢 某些国家或某些产业呢 就会得到很多的好处 因此呢 中美之间呢 在未来 包括科技层面的 贸易层面的 其他各个国际规则层面的 那么这些规则之争 标准之争呢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拜登政府的 他的一个目的呢 其实看的呢 也很清楚 他就是要去拉着这些 他的传统盟友一起呢 要来搞一套新的规则 那么搞这套新的规则 是干嘛的呢 那么白宫发言人的谈话呢 讲得非常清楚 就是来应对 中国构成的经济挑战 等等等等 那么诉求是这样子 对吧 听起来呢 好像也是有道理的 但是呢 欧洲整个的舆论呢 他持续是并不看好 去拜登呢 要去联合 所谓的这个传统的盟友 来制衡中国这样的意图 那么德国媒体就指出呢 尽管美国近期呢 是动作频频 例如在进行这个美国 日本 澳大利亚与印度 四方安全对话 那么美国方面试图 正筹组多个联盟 在政治经济 军事科技 全面的来围堵中国 但是在经济全球化之下呢 中国的崛起 已经很难去阻止 这些联盟呢 仅仅能够减缓 中国迈向高峰的速度 而且呢 前面要加个也许 也就是说 你忙活半天呢 也许能够让中国 晚几年 对吧 因为你使绊子嘛 比如说你去 遏制华为 不提供芯片等等 但是从长期的来看呢 对中国来说 到底有多大的坏处呢 其实也很难说 关键在于中国 自己的努力了 比如说 因为你遏制半导体 我拼命的去干 对吧 也许 三年五年 长着 可能五年十年 总归我是能把它搞出来了 对吧 那因为你的一种压力呢 逼着 没有办法 就人有时候就是这样 就个人也是这样 国家也是这样 就是在你压力面前的时候 有的时候会激发你的前程 反而呢 会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快 甚至呢 做得更好 比如说 这种例子很多了 北斗卫星 导航系统 对吧 那这个当年 围堵中国的 包括从经济 从这个军事各方面的 那中国呢 把从两单一星 等等 这些其实都是 这个过去的例子了 那 未来的话 包括这个在5G 未来的新能源啊 等等 这个半导体上面呢 我相信都会取得突破 当然短时间之内呢 会经历一段的痛苦 像华为公司 他就需要想办法 让自己活下来 那么这个呢 我们今天不展开 也就是说呢 美国这些 围堵的动作呢 站在欧洲媒体的角度来看呢 他们的分析认为呢 恐怕也是 这个效果呢 恐怕也是非常有限 我不能说完全没有效果 对吧 有人给你使坏呢 总归对你有一些影响 但是你说彻底的 好像就被你击垮了 现在已经不太现实了 比如说 一些这个专家分析就认为呢 中国所有重要的问题 这个美国所有重要的问题呢 其实都需要和中国一起来解决 包括环境啊 气候变化呀 经济呀 贸易呀 能源转型呀 还有这个碳排放的问题呀 等等 而且呢 最不能遗漏的问题呢 其实就是军备控制的问题等等 那么这些呢 都需要和这个中国方面呢 进行合作 那么就在不久之前呢 我们看到新加坡的总理李显龙 他还表态呢 说期待中国和美国之间呢 要展开合作 因为中美之 中国呢 不会像苏联那样 被美国一围堵就崩溃的 当年的苏联呢 这个军事实力很强 但是经济能力呢 相对比较差一些 而且当年呢 所谓的东西方阵营 苏联和西方国家之间呢 这相应的这个经贸合作 经贸往来 人员往来呢 是不多的 但是目前呢 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的 这个经贸合作 人员往来呢 是非常广泛的 那么这个呢 就已经不一样了 那么在不久之前呢 我们知道 这个世界经济论坛 达沃斯议程呢 有个对话会 那么在对话会的最后一天呢 李显龙在发言的时候 就提出 对美国而言呢 接受一个更强大版本的中国 将是一个艰难的调整 讲白了 你需要去面对自己不再是一个 一个霸权 一个独霸的这样一个 一个现实 香港南华早报在1月29号就报道 谈到 李显龙认为 虽然中国在技术和军事力量方面 仍然不如美国强大 但是中国是国际舞台上的 重要的另一个组成 是美国的潜在挑战者 而中美关系令人担忧 两国之间的竞争呢 还将继续 他敦促双方发展建设性的关系 那么李显龙还谈到呢 中国不会像苏联那样崩溃 中美两国必须发展一种建设性的关系 这中间彼此之间会有竞争 那么也会有分歧 甚至呢 这个分歧会比较明显 那么这个可能发生在各个方面 不过呢 在也有很多领域呢 中美之间呢 确实需要合作 李显龙就谈到呢 如果中美之间不合作 任由两国恶化成全面的一种对抗关系呢 那么疫情和气候变化 这些全球性的问题呢 就将无法解决 这如果真的发生了 那么中美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陷入困境 其他许多国家也是如此 李显龙一方面提出 通过提供更多的全球公共产品 那么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将受到国际的认可 因为这将呢 使得其他国家受益 而不是以牺牲这些国家的利益为代价 那么一方面又认为呢 美国政府改由拜登领导 为两国带来了一个重置互动的基调 避免冲突的机会 这应该成为美国政府的一个关键的战略的一个重点 除了这个美国呢 特别期待借助于G7集团来进行围堵战略呢 所谓的亚太地区的印太四方安全对话 就是印度澳大利亚 然后这个日本和美国 一直以来呢 也是美国所希望操作的另外一个地缘围堵的概念 但是我们看到了新加坡前驻联合国大使 对此呢就直言不讳的认为 美国试图建立像类似这样的一些反华联盟的企图呢 注定会失败的 美国的外交政策杂志网站呢 在1月27号就刊登了新加坡国立大学高级顾问 新加坡前驻联合国大使马凯说的这一个评论文章 就谈到了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 希望通过四方对话机制 所谓的QDA 那么应对所谓中国发展带来的风险等等 那么不幸的是呢 四边对话并不会改变亚洲历史的进程 亚洲的未来呢将由RCEP 就是RCEP 这四个字母来书写而不是QDA 那么文章就说呢 这个面对一个强大的中国 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呢 感到很不舒服 因而呢 美国日本 这个澳大利亚印度这几个国家呢 希望通过四边对话机制来对冲相应的风险 但是呢 这四边对话机制呢 不会改变这个历史的进程 原因非常简单 那么首先呢 就是这四个国家有着不同的地缘政治利益 和它的各自的弱点 其次呢 也是更根本的一点呢 就是他们玩错了游戏 亚洲的重大战略博弈呢 其实根本就不是军事结盟 现在也看不出来 这个比如说彼此之间要打仗的这个意味 对吧 而是呢 亚洲的经济发展 亚洲的发展是未来几十年里面的一个重大的课题 包括现在东南亚的这个快速的崛起 那么整个亚洲的版图呢 会随着最早期的日本 然后包括这个亚洲四小龙 包括中国大陆 包括像这个印度目前的发展和崛起 也包括东南亚的崛起 所以呢 分阶段性的整个亚太地区呢 会实现一个快速的崛起 而在这个过程中呢 扮演最重要的角色呢 是经济与贸易合作 经济的发展 而不是搞军事同盟 不是搞打仗 不是搞战略围堵 随着美国退出TPP呢 就是印度呢 也退出了RCEP 那么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庞大经济生态系统呢 正在亚洲演变 这里面有一个数据值得去思考 2009年中国的零售商品市场的规模呢 是1.8万亿美元 而美国的零售商品市场规模呢 是4万亿美元 从2009年到现在 差不多10年多一点的时间 那么这两个数字分别变成了 6万亿美元和5.5万亿美元 未来10年 中国的进口总额可能会超过22万亿美元 中国巨大且不断增长的消费市场 将成为这场地缘政治大博弈的最终的决定者 那么文章就谈到呢 澳大利亚是四国当中最为脆弱的一环 澳大利亚的经济呢 高度依赖中国 澳大利亚一直是为过去30年的经济 高速增长感到自豪 但是事实的情况 这就是 这只是因为澳大利亚在功能上成为了中国的一个经济省份 2018年到2019年 澳大利亚33%的出口流向到了中国 而只有5%的出口呢 流向到了美国 正如澳大利亚的学者怀特所言呢 坎培拉面临的问题是 中国掌握着大部分的牌 那么此外呢 日本也很脆弱 虽然方式不同 美国著名的东亚问题学者福高毅 在2019年的时候就写道 就历史交往的时间而言 没有哪个国家能与中国和日本相比 中国和日本交往创达1500年 正如他在中国与日本艺术中指出的那样 两国在过去的大部分时间里 都保持着深厚的文化联系 但拥有伟大文明和资源的中国占据的上分 如果在150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 日本都能与中国和平共处 那么在接下来的1000年里 日本可以再次回到这样的一个模式当中 不过呢 就像日本著名的一些这个歌舞剧一样 两国将逐步微妙的进入一种新的 临时的一种解决方案当中来 日本会巧妙的发出信号表明 其了解中国的核心利益 在这个过程中呢会有颠簸 但是中国和日本将缓慢而稳定的进行调整 那么文章就谈到 作为两个古老的文明 中国和印度两国呢 也共存了几千年 但是呢 1980年中国和印度的经济规模相同 而到了2020年 中国的GDP的增长增长了五倍 从长远的来看呢 这个两个大国之间的长期关系 总是取决于两个经济体的相对规模 文章总结就谈到 随着时间的推移呢 四国不同的经济利益和历史上的弱点 将使得美国希望去扮演角色的四边对话机制呢 它的合理性越来越站不住脚 有一些主要的迹象就表明 没有其他亚洲国家 甚至包括美国最坚定的盟友 韩国要去加于 要急于去加入四方会谈 亚洲的未来将由RCEP四个字母来书写 而不是由这个QUAD就是QUAD四个字母来书写 美国和西方的政客惯用的唯独战略呢 在中国和俄罗斯身上 应该是越来越不可能成功了 同时所谓中俄等发展中国家 对于美国拜登政府上台之后的表态 那么重新回归国际社会呢 应该持有一种欢迎的态度 而就在最近呢 我们看到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2月17号 就表示呢美国将向世界卫生组织WHO 提供超过2亿美元的资金 用于补缴之前拖欠的会费 此外呢他还要求负责这个WHO相关工作的人员呢 保持独立性等等等等等等 但不管怎样吧 我们看到了美国方面呢 这个终于要把欠的钱交上来了 这个欠钱总是要还的 这个特朗普政府时期呢 退出WHO不负责任的退出 那么还欠了一屁股的会费 那今天呢美国换了领导人 终于要把这些会费给交上来了 那么我想呢 这大概才是美国真正要去做的事情 而不是呢四处从欧洲围堵俄罗斯 从亚洲搞什么四边安全对话 印太什么战略来围堵中国 那么这样的路走下去呢 其实是这个 我认为呢 这些围堵呢 就像新加坡的学者专家分析的一样 也是注定会失败的啊 那对此呢 观众朋友们 你们怎么看呢 欢迎大家给我留言讨论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朋友 欢迎大家点赞分享订阅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拜拜